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之后每年的这一天,英国人都会在自己的胸前 别生一朵象征纪念的红色英俗化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这一切似乎与我们无关 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那场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 帝国主义之间为了瓜分殖民地爆发的战争似乎毫无正义可言 但是先有人知的是,在那场战争中,却有多达14万的中国人来到欧洲 参与到协约国的阵营 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势均力敌的战争形势 也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换取了中国能够与战胜国的身份 最终出席在巴黎和会上 1919年,同样是从他们写给家政的书信中 国人第一次获知了,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们对待中国的种种不平 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烈火 从而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然而,在战争结束后的近一个世界里 他们似乎被人们从记忆中摸取 在欧洲纪念一战的各种活动中,很少提及到他们 仿佛他们从来就没有来过这里 直到2016年,法国政府首次承认了他们对于战争的贡献 2018年,也就是一战结束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 英国政府也终于表达了对于他们在战争中贡献的感谢 他们的名字就叫做中国劳工团 1916年,深陷凡尔登战役中的英法联军 一方面面临着战事的胶着状态 另一方面,之前七个月惨烈的交战 使双方近120万人伤亡 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难的消耗阶段 面对协约国冰原锐减,劳动力齐缺的现实 英法两国不优而同地把目光投降了遥远而贫穷的中国 试图借用这个远东大国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弥补战争后勤 从而让更多的本国青年走上战场 此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刚刚成立不过四年 面对列强们,远在欧洲的战争自然采取了中立的政策 无论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租界 理论上讲,无论双方政府对于中国都不会有太多的改革 然而,随着战争不断的发展 协约国开始以战后利益的重新划分作为交换条件 向中国政府表现出了亲近的态度 而北洋政府在借到英法两国提出的派人如参战的要求后 也是左右为难 如果拒绝,必将导致战后丧失国际话语权 而如果接受,自己宣称的中立国地位 也将受到来自同盟国的责难 几经思考,由袁世凯总统副秘书长梁世怡 制定的一个所谓的妙计 那就是明示中立,暗示参加 途径是以功带兵,赴欧参战 这样的话,如果协约国战胜 则公在北洋 如协约国战败,则罪在商人 按照这一方针 中国外交部和法国政府 于1916年5月创建了一个 名为劳工海外输出公司 及惠民公司的招聘机构 其中,法方招工团 由军方指定的退役少校陶吕德负责 中国方面,在梁世怡,叶公超为政府首领 对外以交通银行经理梁汝成为全权总代表 从1916年8月到1918年11月 中国共派出超过14万的劳工前往欧洲 其中英方管理下的中国劳工约10万人 法方管理下约4万人 除此之外,俄国也招募了近5万的华工 这些华工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北方 尤其以山东人为主 另外,也有来自湖北、江苏、湖南、安徽、上海 香港的少部分学生 从事双方的沟通及翻译工作 离开中国前 入选的华工被集中在危害等地 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 等待轮船的到来 由于当时地中海受到德国潜艇的威胁 首批华工约800人从青岛出发 称作法国轮船从好望角绕道前往欧洲 期间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法国的马赛 之后,鉴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站范围不断扩大 赴欧路线改为经流太平洋到加拿大奔格华 之后乘火车穿越北美大陆 在横渡大西洋前往英国 最后转往法国 在战争的阴影下 华工们从离开祖国的那一刻 便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他们的运输船在接近英法作战海域后 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水雷或者德国潜艇的威胁 1917年2月24日 一艘运从中国华工的邮轮 遭到德国潜艇的袭击 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大海 1917年8月14日 北洋政府对德澳宣战 此时欧洲战场上疲惫不堪的协约国听闻此消息 无疑如同打了一针兴奋剂 因为这意味着此前中国政府半遮半眼派往欧洲的劳工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转为参战国人员了 为了换取中国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 新约国和美国相继向中国政府承诺 将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应有之地位 极其优待 并且立刻答应 中国的庚子赔款可以延缓五年偿还 并且在此期间不收任何的利息 然而对于此时正在欧洲前线的中国劳工而言 这一变故至于他们的命运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按照事先合同的约定 中国劳工是以工代兵并不参战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并非如此 最初法方管理中国劳工最多被安排到军工企业 或其他重要的工业企业 如施奈德雷诺等公司 有些则在港口服务 然而1917年中国对得宣战之后 英法当局对于中国劳工的工作安排突然发生了变化 他们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 从事挖战壕 修工事 救护商员 掩埋尸体 住屋架桥 甚至压卸粮草丹药 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难和繁重的工作 据中国劳工第十三营的随行翻译张帮勇回忆 他们被英军派往法国东北部挖战壕时 实际上已经在敌人步枪射击范围之内 有些地方甚至与敌方的战壕距离不超过50米 直到中国劳工挖好战壕后 英国士兵才进入阵地 换而言之 中国劳工被顶在了最前线上 这里是英国中部最大的战争纪念公园 1925年 人们为了纪念一战 修建了我身后 现在这座巨大的纪念碑 在英国的全境 像这样的纪念碑 共有多大6000多座 但是这其中却没有一座 是用来纪念中国十四万劳工的 在英语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通常被承受为无微脱 因为在英国人看来 当时的大英帝国是在本土并未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完全处于道义责任 跨越英吉利海峡 帮助对岸法国盟友共同抗击德奥入侵的 每一位参与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 无语于大英帝国的英雄 然而相较于这份荣耀 曾经与英法联军一同出现在战场上的 十四万中国劳工 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从未被人们提及 甚至被刻意地从记忆中抹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历了两年甚至更长的战火洗礼后 一战终于在1918年宣告结束 据统计 英方监管下的中国劳工在停战时 约有九万六千人 其中八万人仍在继续工作 这些劳工大多到1920年左右才被遣返回国 而在法国方面 中国劳工由于合同的原因 直到1922年才得以回国 1918年 伴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 一幅名为战争众神的巨幅壁画 汇集了人们的视线 这幅由法国多位艺术家 共同创作完成的钢顶之座上 汇制了近五千个人物 分别代表了参战的二十三个盟国 然而 由于美国是在战争接近北深的 1917年才对得宣战 而此时战争众神的绘制已经完成 没有留下他们的位置 为了表示对美国的感谢 画家们匆忙地清除了 原来留给中国劳工的地稿 在其上面绘制了一组 手持美国国旗游行的队伍 而仅在角落一个英国军官的身边 保留下一位蹲在地上的中国劳工的形象 按照与协约国签订的合同 他们承诺中国的劳工作为盟友 享受与英法士兵同等的地位 但是这一切从未成为现实 即使在并肩作战的战场上 中国劳工和黑人 依然只能享受二等待遇 作为非战斗人员的中国劳工 并未直接参加任何的战斗 但是常年恶劣的生活环境 和连续繁荣的工作 导致多达一万多的华工 再也没有能够活着回到中国 他们大多死于疾病和工作的伤害 1919年9月 首批中国劳工在完成任务后 开始启程回国 但遗憾的是 由于战后国际汇率的急剧变化 尤其是法郎的贬值 加上劳工们薪水 大量被汇入中国的新业银行 而后者在战后因资不抵债 而导致很多劳工 未能将薪水取回 如此经过数年的磨难之后 很多幸存的中国劳工 在经济上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善 当然 能够安全回国的劳工还是幸运的 毕竟他们活着回到了故乡 与他们一起同赴欧洲的劳工中 大约有一万人死在了这场 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理解过的战争中 大约一万人死在了这场 尤其是法草的 《三春 digging真正真正疏 kg》 与其是法草的 中国人的据乱 与其是法草的 导致中的 小学生权的 导致中的 中国人的 以后是要 辑上的 无数存在 无数 ni 无数从 从 十月十一日夜 十日各地工作 各地照顾自十一点起 一律前置 与反应伍伤后来自处外 与异光当时 反正庆祝休战至圣坊 待遇这些事件 一生上山海 男女老幼 尊世人名 各自人终混在一起 互相握手 时会唱歌 时会恍惚 在万神恍惚歌唱之中 尽有荒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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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